OK我們再來看一個這個怎麼加上這個錄影的時間啊日期還有指定的文字 那您進來之後呢 在右左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有沒有有一個A 點開之後就看到了 所以你的文字要靠左邊靠右邊靠中間 再上再下都可以 那文字就直接打在這裡就好 好就打在這邊 那一般來講因為我們錄影的話那個背景顏色會一直換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湊開的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文字的外框 也就是說我現在說文字啊 比如說白色文字可是用白底就完了 就看不到啦 我就會在台灣加一個框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錄影的這個 來給您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錄完好 這個打開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幾個比較常見的錄影 你剛剛我們其實有過機會啊 我們可能會 欸這裡沒有嗎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那裡 就是前面那裡有一個啦 就是在上面它會有一個 你可以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的在這邊 像這樣子有沒有 在這裡 我這裡有勾起來 所以在上面就會有看到 好OK 那這裡呢 如果說您要加入的是自動 如果它幫你自動加入時間的話 你可以看這裡 因為時間它要自動抓嘛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比較特別一點 還有YMD嘛 欸然後呢 10分秒 最後呢 如果你想要把已經錄影的時間也顯示在上面 可以加上這一段 我平常都有準備一個文字檔 就直接摳就好了 就直接摳就好了 我沒有摸那麼困難大家給你看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 萬一你沒有進到這邊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呢 你看喔 滑到這裡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會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旁邊這個 這樣有看到了啦 對不對 它有跳一個那個吧 那個說明就在裡面啦 欸就在裡面喔 所以我只是把它抓出來而已 好 把它抓出來 那字型的大小一般 就是我們大概設成4或5 應該就蠻大顆的 就在螢幕 就錄下來那個螢幕上就會蠻大顆的 OK 那我就讓老師檢查看看囉